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麥廠搶購專家 館長 上次注意到蘇寧是因為家附近的蘇寧液購 重新裝修 隔著一公里都能聽到敲敲打打的聲音 這家數千平米的門店 自2020年11月底就掛上了12月31日 蘇寧普通第一店開業的橫幅 結果一直推遲到2021年1月29號才真實營業 當時我就想蘇寧不會是資金鏈斷裂了 門店翻新都能花這麼長時間 想不到一個月後蘇寧停牌 公告了一個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吃了 我攤牌了 買山 2月28日蘇寧公告 申國際和昆蓬資本正式接盤蘇寧 耗資148億購入23%的股份 合計持股超過創始人張進東 國美電器和蘇寧電器 一直是父母這一位記憶中 最輝煌的線下大賣場 蘇寧創立30年來 全球員工已經超過28萬名 還在地產 零售 金融 文化娛樂 多個領域進行布局 曾經的風光無限都變成了 公告背後無人訴說的無奈 正如之前一位大佬所說 時代拋棄你的時候 連一個招呼都不回答 記得小時候逢年過節最開心的事情 莫過於和爸媽一起去家附近的超市 採購年貨 平時沒有機會去的大賣場 也只有過年過節 或者家裡需要換大家電的時候 才能好好的逛一逛 現在別說逛商場 一年禮和父母通話 陪著一起吃飯的次數 都屈之可數 也許線下商場這種模式 和他們當年的輝煌時刻 都只能像兒時的美好記憶一樣 永遠留在心裏 無法再重現了 和我一樣 懷念就像童年的同學 黑彈幕扣個1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 曾經的王者蘇寧和國美 也在電商夾擊 互聯網公司下沉的今天 逐漸失去了方向 張進東和蘇寧的前半生 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順風順水 張進東從南京發家 在藍金本地人心中 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想 1990年冬天 27歲的張進東 辭去國企工作 租下南京市中心 一座位於江蘇路和宁海路交叉口的 二層小樓 開始和哥哥一起創業賣空調 店鋪取名蘇寧家電 開店第一年 頭腦靈活的他 直接選擇了走差異化策略 從一眾國營商場中脫穎而出 首先是張進東決定送貨上門 免費安裝 蘇寧家電服務員態度極好 也是最早承諾上門安裝的商場 當時電器商城 基本都是國營 根本沒有服務這一說 因為冰箱採電器 以及空調太好買 不缺顧客 也就懶得送貨了 蘇寧成了市場裡的一股清流 其次 張進東定下反季節銷售策略 一改一往商家 夏天賣空調的模式 打出廣告 買一台取暖空調 舒舒服服過個年 在春節時期 低價搶佔先機 備受好評 在公司成立第二年 張進東更進一步 祭出殺手鐧 他在冬天提前就把錢 打給了各大品牌 把次年夏天的空調備貨完畢 到了銷售旺季 市民發現蘇寧賣的空調 不但價格低 服務和質量還非常好 於是紛紛慷慨解了 憑藉早期三板斧 蘇寧銷售額迅速突破1億元 知名空調品牌 春蘭 長紅 三陽 都和蘇寧簽訂長期合同 價格優惠至少30% 到了第三年 南京本地八大商場坐不住了 蘇寧的優質加低價加反激 策略太過生猛 他們都快被幹趴下了 必須聯合起來對抗蘇寧 國營商場成立 南京家電拓展協調委員會 要求全國空調廠家 不得向蘇寧供貨 發起聯合絞殺 張進東本來想從中協調 特意找8位老總參加代理商大會 然後剛準備上台發言 領導們卻齊刷刷的立場 張進東很委屈 蘇寧明明是正常參與到市場化競爭裏 盪力消費者 怎麼突然間就成了行業公敵呢 這場鬥爭在當時掀起了討論熱潮 有報紙稱之為 聯合艦隊與小山板正面交互 學者們稱之為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正面較量的一場硬戰 故事的最後 臃腫低效的國營商場 敗給了理念先進 服務優質的攪局者蘇寧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 在中國劇烈變革的環境下 市場經濟席捲全弱 蘇寧代表著先進模式的發展方向 隨著八大商場土崩瓦解 張進東帶著蘇寧一舉成為 全國空調銷售國軍 站上頂峰通常意味著衰落 空調市場也是如此 1990年代末 中國告別了空調供不應求的市場局面 各大品牌紛紛自建渠道和培養經銷商 孩兒 美麗等品牌都想直面消費者 減少中間商轉差價 張進東感受到了時代的脈搏 踏上了一條和自己命的救贖之路 他很清楚 繼續做空調琵琶商依舊可以振線 但卻不長久 蘇寧必須轉型 結果他遭到內部大量高管的反對 最終一怒之下撂下一句話 寶連鎖就這麼定了 誰要是在議論連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就開掉誰 1999年12月 蘇寧電器南京新街口旗艦店開業 一年收的租金都超過三千萬 當時這種大賣場極其少見 開業後長期霸佔全國電器商場第一名 《無獨有偶》就在張進東創業的三年前 1987年他的一生之敵 國美創始人黃光玉也在北京起步 把服裝店改造成電器零售商場 開出了好幾家分店 到了2000年 張進東帶著蘇寧從南京 向江浙湖包郵區擴張 北京的國美恰好野心勃勃地 準備進軍全國 兩人必有一戰 只是他們都沒有預料到 因為一場突然出現的疫情 正面對決加速到了 2003年3月6日 北京接爆第一起非典兵力 之後學校停課 遊客離開 市場混亂 居民恐慌 線下起步的國美蘇寧 以及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京東 迎來了一場史詩級的大考 國美是第一個嘗試運營網上商城的大賣場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在疫情催化下 當年銷售額高達2100萬元 劉強東早年在採訪時就提到過 零售業最牛逼的還是黃光玉 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京東多媒體小櫃台 從12個開到500個 做電子行業的國美 2004年 國美在香港成功上市 年銷售額近240億元 掌門人黃光玉以105億身家 取代上一代首富 英磊成為市場新貴 被國外媒體稱為Chinese Idol 上市之後國美並沒有停滯不前 因為黃光玉深知 全國區域性龍頭太多了 上海有永樂家店 江蘇有蘇寧 五星和金太陽 濟南有三聯商社 2005年國美進入南京 開業當天黃光玉清零現場 宣布南京店可以三年不盈利 為市民當搬運工 意圖很明顯 不想掙錢 把蘇寧搞垮就行 張進東不為所動 反而跑去美國考察了百思馬 摩托羅拉等公司 得出的結論是 和國際巨頭相比 自身太弱小 站在國際市場上看 自己的理念有巨大落差 張進東的目標不是國美 而是挑戰真正的巨頭 烏爾瑪 和國美的瘋狂併購 和開店策略不同 蘇寧選擇優化內部管理 並請國外諮詢公司 升級公司ERP系統等措施 國美收購永樂電器時 門店已經是蘇寧兩倍多 銷售額是蘇寧的1.6倍 2006年 黃光玉和張進東 在南京中山高爾夫球場歸面 開門見山說 國美要收購蘇寧 張進東說 不賣 你也買不起 如果做過你 我就送給你 也不用你買 這場中國線下賣場大戰 被稱為美蘇爭霸 這場戰爭最終以蘇寧的勝利到終 結局卻特別有戲劇性 小說都不敢這麼寫 2008年年底 黃光玉被警方帶走 罪名是涉嫌非法經營 內幕交易和單位行賄 一時間公民商暫停供貨 銀行貸款凍結 國美突然群龍無首 國美電器原總裁陳曉 臨危受命挑起董事長大聊 因為連黃光玉也曾經說過 沒有人比陳曉 更適合總裁這個職務了 江湖突然失去了首富 國美迎來失落的10年 黃光玉家族和陳曉為主的管理層 爆發了衝突 2011年3月10日下午 陳曉走出彭潤大廈 坐著自己的黑色麥巴赫 在記者的包圍下離開 10年間 失去黃光玉的國美 就好像失去將軍的軍隊 一路開始走下坡路 不僅被對手蘇寧敢唱 更是無力招架天貓京東等 新進電商平台的圍毆 每次上頭條 國美最引人注目的消息就一條 創始人黃光玉可能提前保釋出獄 每當市場有類似傳聞出現 國美股價必定大壯 隨後官方辟諒 股價回落 各方歸於平靜 有時我經常會想 疫情和各種黑天鵝 對於行業公司個人的影響 恐怕是當時身處其中的我們 所無法預料到的 就像張進東無法預料到 和自己爭鬥半身的對手 突然間消失在人海 國美 京東 蘇寧的命運轉折預言 在2003年非典消失的那個夏天 就已經邂逅了 對於國美的突然崩盤 張進東沒有落井下石 反而是對員工說 謹言慎行 不要攻擊對手 黃光玉的陨落 絲毫沒有消除蘇寧的焦慮 張進東面臨的壓力 卻比之前更大的 因為一家名為京東的網站 2004年成立 5年之內 把銷售額做到了40多億 而且每年還以200%的增速上漲 更不用提當時已經形成氣候的淘寶 2009年總名收已經超過2000億 是蘇寧的三倍多 新一代消費者已經不需要線下商場了 網購有更多的選擇 更大的優惠 更快的物流運輸 電商時代的大幕已經開啟 蘇寧必須再次革命 對象依舊是自己 一如張進東多年前決定 從賣空調轉向大賣場一樣 轉型升級 迫在眉睫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張進東是最早提出 和實踐O2O模式的企業家 蘇寧在大眾心中線下痕跡太準 作為掌門人的他也不擅長 營銷推廣 所以在聲量上和淘寶京東差太多了 2012年美蘇爭霸之後 蘇寧又把矛頭指向京東 劉強東在8月13日發了一條微博 今晚莫名其妙的興奮 第二天10點 劉強東連發兩條微博 承諾大家店三年零毛利 價格至少比蘇寧便宜10% 如果蘇寧敢賣1元 京東的價格一定是0元 蘇寧明顯準備不足 下午才回應啟動史上最強促銷 價格如果高於京東 隨時調價 正是這場815電商價格戰 讓京東知名度進一步提升 電子商務開始接棒傳統零售商 2012年京東總營收暴漲到600億 更重要的是 它已經開始佔據消費者的心智 蘇寧儘管建立了線上銷售體系 卻長期以來只是線下門店的補充 一直到2015年 兩者銷售比例才基本持平 張京東作為兩會代表 甚至多次提案推出電商稅 自2014年起 蘇寧一直在變賣旗下資產 由此讓財報變得更加好看 2015年 蘇寧向華夏資本出售所有門店 向境外公司出售PPTV股權 獲得17億 2016年 賣到子公司今朝蘇寧店企獲得18億 2017年到2018年 逐步套現阿里股權 累計獲得180億 事後來看 蘇寧和阿里合作最大的利益點 不是聯合線上線下銷售市場 而是讓張京東享受到了阿里的股價上漲 並將其轉化成蘇寧的利潤重要來源 不知道阿里高管做何感想 本來以為是強強聯合 線上線下流量通吃 結果來了個豬隊友 天天炒股套件秀財技 32例的蘇寧 表面上看風光無限似乎還是那個曾經的線下賣場王者 可惜每次財報一披露 淨利潤就持續下跌了 截至2020年前三幾度 蘇寧易購短期借款高達281億 流動負債總額超過1099億 連續6年變賣資產 換來的依舊是扣非淨利潤為負數 算上各種合同欠款 存在超過百億的資金缺口 2021年誰都沒有想到 向蘇寧伸出援手的居然是深圳國資 2月28日晚 蘇寧易購發布公告表示 公司引入深國際 昆蓬資本 戰略投資 蘇寧和深圳系資本的互動 早在2020年11月就開始了 當時蘇寧易購宣布子公司 雲網萬電完成A輪60億元融資 領頭方深創投 正是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機構 在投資人名單中 還有時空人為深圳羅湖區財政局的 深圳羅湖引導基金 被靠深圳政府 蘇寧身上的張靜東印記 已經越來越淡了 同時賣了好多年資產 終於賣無可賣的蘇寧 在2021年的集團新春團拜會上 喊出最新計劃 不再零售主賽道的 該關的關 該砍的砍 同樣是2月28日 蘇寧足球俱樂部公告 停止球隊運營 蘇寧不僅成了中超冠軍 也成了世界足團的一朵奇葩 他們從聯賽奪冠到就地結賽 只用了短短78天 曾經的勁敵王光裕也已經假釋結束 開了一個內部會議 宣稱要用18個月重回巔峰 國美賬上的2億美元 來自於當下最火的電商綜合企業 夏成之王 拼多多 我在購物的時候 無論是線下商店 還是淘寶 京東 拼多多 時不時會思考一個問題 中國人民改革開放40年 大眾的消費觀到底有沒有改變 無數線上線下 零售公司沉沉浮浮 新舊交替 我們真的變了嗎 我想並沒有 無論哪個時代 更好的購物體驗 更快的物流方式 更多的商品選擇 都是人們所追求的 電商巨頭大壘回電大欺客 造成壟斷 國美松林這種大賣場多了 同樣擠壓中小賣家的生存空間 消費主義的各種洗腦多了 大家就轉向拼多多 砍一島 後來發現價格和質量的確是掛鉤的 拼命薅羊毛 未必能買到合適的產品 最終又回到了淘寶 京東和海外購物 如此循環 每一家銷售企業的崛起 都是在某一個特定時刻 滿足了大眾的最核心需求 所謂的老牌巨頭 在零售領域極其少見 更多的是出現在石油 化工 能源 金融 這些有壟斷性質的領域 在消費時常領域 基業長青的公司很少很少 人們總是細心研究 或許這也不是壞事 因為世界唯壹不變的東西就是變化 宋寧還能繼續變革嗎 留給張靜東的時間可能不多了 最後如果你覺得本期視頻做的還不錯 記得點贊支持 消費 商業 洞見 盡在IC實驗室 感謝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館長 我們下期再見